才剛在威斯康辛州拉新郡 為富士康面板廠 舉行動土典禮之後 這個鴻海的總裁郭台銘 又馬不停蹄的到威斯康辛 比較北部的地方就是綠灣 然後宣布一項投資案 就是買下Watermark這個建築 作為什麼呢 作為一個創新的中心 將為當地提供200個就業機會 我們都會成為新的新組織 在北部的威斯康辛州拉新組織 我們知道綠灣很有名的就是 他的足球隊 包裝人隊 因此他這個球團老闆 也非常高興郭台銘到當地的投資 也出來站台 並且還送郭台銘一屆一號的球衣 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一項的投資案最主要的意義 是比較象徵性的 因為就要彰顯說 這個富士康不只是 讓威斯康辛州的部分地區受益 而是整體的受益 當然最後最主要的目的 還是希望也能夠幫助州長Walker 在面對接下來的選舉 能夠來替他拉抬這樣的身世 以上是我們在威斯康辛州 所做的報導